2月7日晚上6点36分 一位叫一轮明月的网友留言问我 喜欢丰田RV40榜放 又喜欢大众探月 小胡子你给分析一下 这俩车哪个性价比高 三大件稳定可靠 那么我想先问一下 镜头前视频前的粉丝朋友和老铁 如果让你们去选择 或者没有买过开过这辆管车的车主 再让你们重新选择一次 你会选择哪一个 可以在评论去留言 给他个建议 帮助帮助他 那么这辆管车呢 虽然价格差不多 荣方是紧凑级SUV 太越是中型SUV 尺寸有点放 但是全系都是古转的他们 没有七六八种平选车 都是古转 但是这辆管车呢 太越搭理的是 EA888发动机 200T发动机 那么动力是非常强劲的 是不是 匹配的七辆的四肢双利盒变不下 广长速度 各方面都很好 底边扎着感知识性是特别优秀的 跑装图是啥的 要比这个RV融合要更好一些 但是得需要加95号的一个汽油 用的成本更高一些 保养也贵一些 加全壳层机油 是不是 虽然动力好 底边扎着感好 但是后期这款发动机变入箱 后期供与输大了 年头多了 小毛病也要多 生机油 丢机油 变入箱毛病也多 不耐用 前期非常好 这是它的一个缺点 虽然是第三代发动机改善了这很多的毛病 但是从病根上压根没有 把你去掉 而且23款有颗粒补卓器 330 380没有 理论是不堵塞了 颗粒是补卓器安装过后前了 但实际上都不堵塞 还能看看车主的回馈 不能大度 你说不堵塞不堵塞 你最坑人的就是你们大众 说不堵塞就会全都堵塞 是不是 那么荣范这款车呢 打哪个2.0升的遮量器发动机 匹配个模拟四档的CVT变入箱 虽然是动力很弱 佛系中的佛系 自然吸气 碰上CVT变入箱 就是佛系中的佛系 身材有没有踏板 它也是钢锋不走 就是动力不行 是吧 发动机在撕虹 但是就是不懂当 这是荣范 隔音不好 底下扎实感支撑性不行 超过100公里 要跑高速长途 漂漂流流的 不自信了 就不然再跑了 怕翻车啊 是不是 但是说它的优点是啥呢 实际代步 加92号汽油 保养也便宜 加个矿物质机油就完事了 是不是 后期的本性 不要去激烈暴露驾驶 经常激烈暴露驾驶 容易拉碎拉盾拉爆了 偶尔的一次无所谓 次于代步温柔去开 这个车的后期的稳定性 发生变速箱 非常可靠 要比这个探月更可靠一些 但是动力弱 所以说 荣范的优点 探月不具备 探月的优点 荣范不具备 是吧 它俩各有优点和缺点 就看你的偏向是哪个 那么我就想快速 激烈暴露驾驶开车 是吧 我要底边扎这个更好的 驾速快的 那你就选 那么如果是我想佛系开始后期稳定性更好 是不是 更省心耐用的 那你选择放 绝对差不了 那你有开过或买过这两款车子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